最近横池汽车发布一则推文 显示横池5正在认购 售价为17.9万 这意味着横池5不再举办新的上市发布会 此前7月6号公布的预售价 就是最终上市价格 新车仅有一款车型 横池5发布后 官方称市场反应非常好 大卖已成定局 几天后还召开了一场用户节 称订车用户已经达到3.7万 不过看起来足够火热的订单 并没有挽救恒大的债务危机 横池汽车关联公司 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926万余元 执行法院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这家公司被执行总金额已经超过1亿元 而且这3.7万个订单也备受质疑 有消息称 3.7万个订单中 有不少是恒大物业下发的横池5销售考核任务 恒大物业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任务 只能自掏腰包 有些人甚至下了不止一单 这不禁让我们疑惑 这3.7万辆的订单是真的吗 会有人心甘情愿买横池5吗 买横池5的都是什么人 产品力究竟能不能打 这些已经下定的准车主 无一例外都是把产品和品牌分开来看 认为横池5性价比更高 综合补贴后17.9万元的预售价也颇具吸引力 那么横向来看 横池5的配置到底如何 再看横池5有没有竞争力前 我们先来看看在18万这个价位区间 都有哪些纯电SUV 目前在18万这个区间中 包括广汽INY的80支架版 售价为17.56万 领跑C11豪华版 售价为17.98万 软渣优质 610 Pro的售价为17.98万 小鹏G3i520G的售价为18.19万 在尺寸方面 体型能打 横池5是有点优势的 虽然定位的是纯电紧凑型SUV 长宽高分别为4725毫米 1925毫米 1676毫米 轴距2780毫米 再看硬件 包括主流三联屏 高通8155芯片 L2.5 Plus及H Pilot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也已搭载在车身上 至少从硬件来看 横池5是有一定优势的 当然车机方面 也不能紧开硬件 毕竟软件优化 才是重中之重 这还需要交给市场检验 对于一家新入局的车企来说 不考虑恒大这个背景 以及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来看 横池5的产品力尚可 最起码不会一推出来 就会有人说被割韭菜 然而汽车作为大宗商品 不能抛开品牌去谈产品力 因品牌力不够 即便产品再好 也黯然退出市场 这样的先例有很多 像曾经定位自主高端品牌的官职汽车 没有人否认其质量不行 是公认的好车 但最终还是失败告终 回到眼下的横池汽车 上百万的房子就已经卖不动了 多地楼盘烂尾 也让不少人心灰意冷 恒大的口碑已经千疮百孔 如今又造起了汽车 难免让人心有余悸 毕竟大多数中国人买车 还是比较在意品牌的 如果是你 会买恒大汽车吗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 Eco汽车生活频道 更多资讯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